字幕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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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肺炎試略了很久 我們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唯獨最近做得最多的就是 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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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又用初手液 所以我們對手可以說是大災難 你看我 像婆婆那樣的手 有些胃紅了爆 手指 那些是脫皮 很恐怖 於是我就瘋狂試潤手霜 因為我自己都傾向天然品牌的護膚品 所以試了一大輪之後 就選了四支 我的真心推介 首先由輕傷的乾燥手 去到重傷的爛手 四支手霜已經在一起了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好了 我們開始 這是一個年輕靚媽創立的本地品牌 看他的專業都知道 一個人比較有要求 所以他的產品用料都是漂亮的 重點是他下了永久花精油 平時精油標準15ml 大概二三百元都有 我看過一個香薰品牌 永久花 三分一這麼細枝 已經要1400元 永久花是特別有效 收活細胞的 另外還下了一對滋潤雙手 好有效的 Muka Honey 和杯麻油 四款之中它屬於清爽的 吸收得激快 很快就覺得對手 好像有薄膜包著的感覺 但它不會油膩 所以馬上摸電話拿筆 都不會弄到油膩 由於Abel是國際香薰治療師 所以它調的香味是沒得彈的 這個味道也是很有新鮮感 我超喜歡 味道真的很香 真香 我塗完後會不停地 自己吸收自己的對手 很變態 老闆Abel好好 在二月的時候 很辛苦撲了口罩回來 送給有需要的人 獨居長者 醫護 另外又便宜 賣字仔初手液給醫護人員 是一個很值得支持的品牌 這款是來自俄羅斯的天然品牌 它在當地好像Body Shop一樣出名 成份比較特別 有法羅群島的祖類 和西伯利亞人參 質地方面 底下塗下去 覺得比較厚 但它吸收得很快 轉頭就清爽了 香味是很清新 一點都不足 包裝比較平實 它比較大支 如果想拿出去 我會入到細瓶那裡 這款已經是我用完一支 這是第二支 本目最低香港品牌 由女生創立 它標榜100% 沒有靠物油 直合食香薰和防腐劑 裡面有水 椰子油 杏仁黑油 可可之 乳木果汁 等等 這支出來是相對稠的 其實我覺得用好閃就夠了 吸收時間會長一點 但就算你整張滋潤度高一點 而它的特點就是有三種香味 這支是我捐洞捐拿找到 而最吸引我的就是這個包裝 令我買它 我是沙擊粉絲 因為它做收護是非常好 即使用來吃都可以養胃 降減半身 用來塗爛手一流 所以重傷的爛手患者 要留意 它質地是極度稀 塗下去都算清爽 但你猜不到它的收護是做得這麼好的 不會當我爛手 晚上塗完睡覺 第二天就乾水 不痛的了 它什麼香薰香精那些應該都沒有加的 那味道就 嗯 但當我對手爛爛的時候 我只會在乎它的功能 我管它什麼味 最重要明天不痛 至於包裝方面 它是很獨特的 但我們是在乎它的功能性 但在家裡塗 又有誰理得它的樣子呢 四款用手箱各具特色 有什麼想知道多點留言問我 快點訂閱我Hello Pinky的YouTube Channel 按一下小鈴鐺 我準備了很多很好看的片給大家